自古以來,世界各地都有關於吸血鬼的傳說,現代人對於吸血鬼的形象源自於中世紀一位羅馬尼亞領主佛拉德三世。 文獻記載,佛拉德暴躍成聖,喜歡執行穿刺之刑,將她的政敵和俘虜通通插在木桑上。 在十九世紀,小說作家將她的形象和史跡加以改編,將她塑造成吸血魔怪。 從此,吸血鬼三隻字聲名大噪,這股熱潮甚至令很多人視吸血鬼為真正存在生物。 大時至今日,如果有人跟你說,我是吸血鬼來的。 這個人相當有嫌疑,他可能昨晚通宵煮完我和薑絲有個約會,中二病發作,又或者是刺了線。 但你有沒有想過吸血鬼在現實裡面真的存在呢? 要用生物學的角度去解釋吸血鬼的構造的話,我們首先可以由他們的飲食著手。 吸血鬼的主要食量,血液究竟對我們身體來說有什麼用呢?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紅血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紅血球裡面的血紅蛋白裡面的阿謙負責將氧氣帶到我們的全身,令到我們的細胞可以正常運作。 這一位就是阿謙了。 有人認為阿謙就是解釋吸血鬼傳說的關鍵,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的。 吸血鬼渴求鮮血,是因為他們的身體不能自行製造阿謙,既然自己弄不出來,吸血鬼只可以喝別人的血,去拿別人的阿謙來用。 至於小說裡面,有些吸血鬼只會喝美女甚至是鼠女的血,其實就純粹是他們的個人癖好,或者是性暗事。 而為什麼吸血鬼這麼怕光,幾乎見光死呢? 前面就提到,其實正常的身體是可以自行製造阿謙的。 而阿謙的原材料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Pothrin,阿Paw。 阿Paw有一個特點,就是當他一被紫外光照射到,就會變得有毒。 正常情況下,身體裡面的阿Paw就很少,因為全部都變成阿謙。 但好死不死,吸血鬼身體裡面的阿Paw就是變不到阿謙。 大量的阿Paw積聚在身體裡面,當被陽光一照射到,吸血鬼就是這麼大。 理論就說了很多,圖都沒有張,我也知道很難跟大家交代。 其實身體製造不到阿謙是一種病,醫學上稱之為止質症,Porthyria,坊間稱之為吸血鬼病。 而這種病的患者,他們的樣子是這樣的。 是否跟一般人沒有分別呢?當然啦,今時今日醫學昌明, 止質症的患者一般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治療去宣援他們的症狀, 但病方嚴重的患者,他們就未必有這麼幸運。 事實上,止質症的患者絕對不是什麼吸血鬼, 吸血對他們的病情來說也毫無幫助。 原因很簡單,因為阿謙會在腸裡面被人拆散、分解, 患者根本就不能靠吸血裸動阿謙, 所以其實上水的吸血鬼理論根本就不成立。 吸血鬼,我們都將它留在小說和電影裡面。 來回現實,有些科學家就很聰明地運用了上面的理論, 去發明了一種療法,光動力療法,Photodynamic therapy。 科學家就想,原來有些物質,好像Paul那樣, 沒有光就沒有毒,有光就有毒, 那行了,我們只要將這些東西打入癌症病人身上, 然後只要將光射到腫瘤的部位, 那我就可以殺死癌細胞之餘, 又不會傷害到我的正常細胞。 搞定! 現實又哪會這麼簡單呢? 光動力療法都幾乎出現了一百年, 但仍未普及,是因為它始終有些未解決到的缺點, 例如是價錢按規, 不可以有效到達腫瘤位置等等。 所以現在都不斷有些研究、臨床試驗去解決這些問題。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看到光動力療法普及吧! 在聽完吸血鬼的真相之後, 相信大家都知道, 血液肯定對我們的身體有多重要。 香港的血腹就長期緊張, 那我就希望大家擁有些捐血, 幫助到一些需要血液的人。